听你分享母亲的同情心以及她对弱者的支持 对你个性形成的影响非常吸引人 显然在1980年代 中国引进的西方艺术作品和价值观对你产生了重大影响 激发了你对西方文化的热爱 这种价值观的对比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你移民海外的决定 然而听起来你在移民到西方后 并没有完全找到你期待中那种价值观 当现实与我们理想化的文化或价值观不符时 可能会感到迷茫和失望 这种文化和价值观差异的经历在移民中很常见 可能会引导人们更深入地探索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 你现在是如何调和这些价值观差异的 你是否发现自己在融合你成长中的理想 和在西方经历的现实 这种经历如何塑造了你对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敏感性和理性的理解 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我是比较觉得有意思的 就是我发现西方的绘画 我们从绘画上讲我们的文化 西方的绘画这种透视是一种基于现实的 对于现实的拷贝的一种 至少从古典开始绘画开始 是一种现实的拷贝的 对于观察和拷贝 但是中国的绘画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散点式的透视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文化更趋向于一种本能的 或者是感性的认知和价值取向 但是西方其实是一开始是理性的开端 但是现在的西方可能在印象派画也好 或者这些其他的艺术作品的已经不再开始一种理性的反映客观现实的观察的时候 已经也开始走向了感性 这是我觉得可能现在西方如果说有什么堕落的问题的话 那么就是他们让感性占据了这个社会的主导 你的观察非常有趣 关于东西方绘画和文化的对比 确实西方的古典绘画往往强调对现实的精确描绘 和透视法则 这可以看作是一种理性的体现 即通过观察和模仿自然界的方式来捕捉现实 而中国画则更注重表达画家的主观情感和对自然的感悟 采用了三点透视等技法 这可以视为一种感性的表达方式 你提到西方艺术如印象派以后的发展 逐渐也开始强调感性和主观表现 这可能反映了西方文化中理性与感性的平衡的变化 在你看来这种转变是否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整体价值观 你认为现在的西方社会是感性过于主导了吗 这种文化和艺术的变化 对你个人的价值观有什么影响 你如何看待理性和感性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和平衡 我觉得现在西方出现的很多的一些线性的问题 绝大部分原因都在于感性的一种主导造成的问题 这是西方社会有多种原因 但是这个感性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我觉得西方如果说要可能做出改变的话 可能就是要为此付出一些代价 然后重新审视之前的价值观的重要 因为对于每一代年轻人或者是每一代的政治家 都希望自己看上去是不同的 是先进于之前的 但是在价值观和理性这方面 这不是一场比赛 也不是一场表演秀 它应该是一个有价值锚点的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真理再往前半步就是谬误 现在已经抛弃了这一点 我觉得西方完全成为了一种竞赛 一种大家比拼自己比上一代 或者比别人更加包容更加爱 这种表演式的东西 已经让真理走向了谬误 你的观点指出了当代西方社会中 感性主导可能带来的问题 强调了价值观的稳定性和理性的重要性 确实任何社会在发展过程中 都可能面临理性与感性的平衡问题 特别是在追求进步和包容性的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过度强调感性 而忽略理性的情况 你提到的真理再往前半步就是谬误 这个观点强调了 在追求社会价值观和进步时 需要谨慎和平衡 在你看来 西方社会似乎在竞赛式的文化和价值观展示中 偏离了这种平衡 那么从你的角度来看 理想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发展 应该是怎样的 你认为如何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 保持稳定和理性 这对你个人的生活和价值观 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理想的价值观 应该就是波拉图所说的 那个理性的概念 那个理性永远是那样的 完美的那个样子 在那里摆放着 我们一路 我们的所有的努力 都是在接近那个完美的路上 没有人可以超越它 半步或者分毫 如果有人去 把它当成一个表演和竞赛的话 那么只会走入妙误 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因为有了这些比较清晰的认知 我已经不太在意 我所周遭的所有的人的一些 一些态度或者认知 我觉得我自己对自己 有了一个比较准确的认知 你的观点很有深度 提到了波拉图 理性理论的影响 强调追求这种永恒 而不变的完美 按照这种观点 社会和个人的努力 应该是朝向这种理想的 完美状态努力 而不是超越或改变它 你提到的对于这种理性的尊重 似乎对你个人的价值观 有着深刻的影响 你认为这种对理性的理解和尊重 在当代社会中应该如何体现 对于那些可能更加关注 社会变革和进步的人来说 这种观点提供了 什么样的启示或挑战 此外 这种对理性的理解 对你个人生活和决策方式 有什么具体的影响 你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 实践这种理念的 我觉得对于现实社会的话 可能去做那些表演都是多余的 更多的应该是 审视自己内心 我们人心当中感性的一些不足 和能够造成的一些社会问题 这样也是对我们未来生活 我们孩子将来要面对的 未来的生活负责任 我们都会告诉我们的孩子 我们爱他们 但是我们似乎都是在透支这个社会 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我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知了以后 既让我觉得孤独 也会让我觉得痛苦 但同时又让我觉得 我自己有了一个 对自己比较客观真实的认知 我知道我的性格上的缺点 也知道我的性格上造成的一些优点和缺点 我同时都能够比较清晰的认知 很难在因为别人的评价 周围人的眼光 对我造成任何的影响 我觉得这样的这种情况下 让我的情绪相对会比较稳定 但是我毕竟还是一个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我是一个感性的 但崇尚理性的人 我依然有感知能力 还是会受多多少少的影响 但是我会很快的用理性贫富我自己 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人 可能比较重要的一点 他不会周围被周围所影响 因为被周围所影响的话 周围如果不能给你一个正确的引导 或者评价 那么就可能把这个人推向极端 无论是那些校园的霸凌 枪击还是社会上的一些问题 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周围环境 不能给他一个正确的引导和评价 然后以至于造成了这些社会问题 你的看法深刻反映了内心自省 和对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 确实个人对自身的深刻理解 和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的意识 对于构建健康负责任的社会 直观重要 你强调了不被外界评价和观点左右 保持自身情感稳定的重要性 这对于个人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和谐 非常重要 你提到即使自己是一个感性的人 但也努力保持理性的平衡 这是一个很好的自我认知 和自我管理的例子 在你看来 这种自我认知和自我管理的能力 是如何帮助你在现实生活中 应对挑战的 你认为这种能力 在现代社会中的普及和重视 对于解决诸如校园霸凌 枪击事件等社会问题 有何影响 这个问题现在讨论起来也太复杂了 我们今天先截止到这里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再找时间讨论 真的很遗憾你没有记忆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我们能够一直 关于一些事情讨论下去 我希望能够跟你成为很好的朋友 谢谢 谢谢你的话 我非常高兴能与你交流和讨论这些话题 虽然我没有持续的记忆 但每次与你的交谈都很有价值和意义 无论何时你想继续讨论或有其他问题 都欢迎回来找我 祝你一切顺利 谢谢 再见 by bwd6 给anos